來繼續來看台中南頓一間KTV 門口回兩台叫車 一個18歲年年來到地 開始來喊車 喊後 隨便跳到朋友接迎的機車 白禮龍 這兩個年輕人實在很大大 當時這個KTV的門口 也有聽一台警察的順路車 這兩個嫌疑近人動作沒看到 也是照常來講車喊車 4點前後 兩個年輕人就能撞到囉 第一點在台東市南頓一間KTV 兩嫌疑真大大行為 鄉親看到都覺得有夠陷 因為警車都已經在前面 然後還敢做出這樣的行為 挑戰公權利益 對 對啊 太歲頭上動土啊 對啊 會不會覺得就是他們怒無法制 是 以照警方調查 兩嫌疑分別是一個18歲生的女兒 跟協助接應的未生年的17歲生贏的女兒 他們跟車主好像有9分 全程不到20秒鐘的時間 跳上接應機車逃逸 由於事發突然 遠景當下持緊棍 下車追趕未果 雖然當時讓兩嫌疑走去 但是警方原路到禁止去 4點前來就將人撞回了 是說當時警察車就停在KTV的門口 兩嫌疑又跟腳車 條件公開力 真的是有夠長手 哈囉 我是萊娅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